在国内每年大约有50万人因为心律不诊而就医 其中超过4000人需要移植心脏节律器 但金属做的钢铁芯 过去在做核磁共振的检查时 会受到干扰而产生危险 甚至有致命的危险 但这一颗新一代的心脏节律器推出之后 能够有效减少干扰 存了心律不诊患者的福音 需要的心跳过慢 需要装置心脏节律器的病人 大部分是老人家 这些老人家在以前的话 因为常合并一些心脏以外的问题 装了以后他又需要接受核磁共振的检查 比如说身体有其他地方 像脑部肿瘤或是脊椎的问题 需要接受核磁共振 可是装了心脏节律器以后 他又没办法去接受这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新一代的节律器推出以后 这些病人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因为这些新一代的心脏节律器 经过特殊的设计 新型的心脏节律器 问世之后 让移植这颗钢铁心的患者 可以定期接受检查 平常的规律运动也是保健之道 那一般的话 我们装完心脏节律器以后 大概表情的伤口 大概一到两个礼拜会复原 所以表情伤口 比较快复原 但是比较深的伤口 大概要一到三个月 所以前面三个月左右 不要做出众的活动 包括不要去提众物 那手不要去用力牵扯 免得说 免得装到里面的电线移位 走位 医师也建议 患者应该养成 平常固定凉血压 或者自我把脉的习惯 定期回诊 来维护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